哈囉各位兄弟們大家好 歡迎回來方舟生存進亞 進進進進亞 嘿嘿嘿 歡迎回來方春 方 方春 歡迎回來方舟生存進化 最近老頭可能老人遲呆了一直口急 歡迎回來這個普利亞模組 太激動了 那個說話的速度跟不上腦袋的速度 這好爛的開場 算了不管了 那很高興各位回來觀看 那我們今天這一集呢 一樣會去火山島 我們火山島還有很多東西沒有看 應該是說我們火山島只看了一半左右吧 所以說我們應該還是會去那個地方 不過在去那個地方之前 我們要來回覆一下觀眾的留言 應該也不算是回覆 應該是 回覆 應該不算是回覆 應該是說 我們要幫這些生物取個名字 那也很高興大家踴躍的參加 如果沒有被選到的也不要氣餒 因為呢 一天就大概是四五個左右 差不多 就這個樣子 好啦首先第一位呢 就是我們的爆玲瓏齁 呃 這隻爆玲瓏我們上一集抓到的嘛對不對 那我發覺呢這個作者 我發現這個作者好像是 魔物獵人迷你知道嗎 我已經看到很多觀眾在這個影片下面留言說 哇這個裡面的恐龍的聲音啊 跟恐龍的一些動作 跟恐龍的一些招式 跟了魔物獵人的那些 招式動作那些都很像 所以說呢大概很多人都有猜到說 這個作者是魔物獵人迷 嗯我想應該也是吧 自從這隻很像爆玲瓏的恐龍出來之後 我真的認為嗯 作者是魔物獵人迷 沒有錯 好那我們今天呢 就要幫他取個名字啦 我看到各位很踴躍的說要取轟炸機喔 可是我覺得取轟炸機實在不夠有趣啦 我想要給他另外命一個名字 這個名字大家應該不會有任何意見吧 有玩過魔物獵人 林哥他應該要叫什麼吧 好不好 公道伯 什麼叫公道伯 公道伯的意思就是呢 A跟B在吵架的時候 中間突然插一個人進來 來緩和氣氛 就是勸他們勸架不要吵 這叫公道伯 為什麼會叫公道伯呢 因為魔物獵人世界常常在打恐龍的時候打到一半 爆玲瓏很喜歡常常就中途飛進來 那這個行為有沒有像公道伯的行為呢 就說我不喜歡打架 然後就飛下來有沒有 開始兩邊都打 你不覺得這樣公道伯的行為嗎 所以說我每次玩魔物真的很討厭 超級討厭他飛下來的 所以說那個時候就賞他吃那個異臭蛋 然後就飛走了 還蠻爽的 好這是我們的第一位公道伯 以後就叫公道伯了 再來呢就是有人說老頭可以把那三顆蛋孵化嗎 就是我上前面幾集 有抓到的 不是抓到是撿到的 三顆龍蛋 獸金龍蛋 我有說可不可以孵化喔 我是覺得其實沒有必要孵化 因為我覺得我們這些龍都已經有了 孵化的話 還要養他 其實我覺得有點麻煩 不過沒關係啦 看情況啦 反正我們蛋就一直放著 等到哪一天不知道該做什麼的時候 我就會拿出來孵化了 就這麼的簡單 好不好 那為什麼只剩兩顆呢 不知道各位 不知道各位眼尖的各位喔 為什麼我揮拳會有閃電的效果啊 我剛剛怎麼辦到的 算了不管了 原來我是雷神索爾 不知道各位之前有沒有看到前幾集啊 我有一顆蛋被那個 被那個誰 被誰吃掉啊 被魚鳥吃掉 還是被那個會搶東西的恐龍吃掉 忘記了 反正就這樣被他帶走了啦 反正就是沒了 所以說我們只剩兩顆 就這麼簡單 好再來就是有人說 欸為什麼我突然卡住了 OK 那再來呢 我看一下喔 有人說呢 把這個拿錘子的獸人取名 叫無敵戰神 好非常好 可以 沒有什麼問題 而且看來好像只有你 只有你特別 特別 這麼一個留言 是要替他取名字的 所以說就是你啦 無敵戰神 非常好 好 大家都不關心您 這一個拿錘子的獸人 就只有一個 唯一的觀眾 關心您 所以說你就叫無敵戰神了 再來呢 我們快點齁 另外一個就是老頭 可以把那一隻螳螂取名為 寒爽螳螂 為什麼叫寒爽螳螂 這個這位觀眾 如果有看到這影片 可以留言一下嗎 為什麼要叫做 寒爽螳螂 我是覺得怪怪的啦 不過呢 既然你要求可以 寒爽 幹怎麼這個 寒 這個選字真的很麻煩 呃 東寒 欸不是啦 是東漢 寒假 欸 然後爽 螳螂 行 OK 那我們現在名字都取完了 然後呢 我記得我們之前影片有一集 好像是哪一隻生物啊 按C鍵是可以發動什麼東西的 好像是這一隻 好像是這一隻 有人說老頭這隻是吃硫磺 好我們現在有硫磺了 來我們看一下到底可以幹嘛 給他兩顆好了 給他兩百個 不要讓我看你的屁股啊大哥 為什麼你發個溜黃要看屁股呢 嚇死人喔 再來一次 死亡火焰 我們看一下一次發多少 一次要五十顆 威力有這麼驚人嗎 而且我發覺他發火焰的時候 他的胸口好像 變了紅色 變了黃色 變了黃色的欸 這邊不能出去 我忘記了 我以為這個是那個門 好我們出來看一下 找一隻來試試看啊 就是你的三角龍 不要有任何意見 死吧 著火了欸 欸 這傢伙有沒有著火啊 有欸 輕微的著火 再一次 搞什麼啊 算了 去死吧 還會穿透 我能說什麼 好那算了 這隻會不會爬牆 不會 我覺得他真的應該做一些 爬牆的動作欸 我覺得這樣子會很屌 不知道各位以前有沒有玩過那個 虐行兵器 欸 圓形兵器啦 圓形兵器那個 那個人啊 那個人會爬牆 然後爬超快的 那款遊戲現在已經很久沒有出去做啦 還蠻期待的 好啦 那我們今天差不多 沒有啦 哈哈 你以為今天差不多在這裡啦 並沒有 我們準備要去火山島 好 咱們要去火山島 OK 我們現在又回來了 那我們現在呢 一回來就馬上看到了 哇賽 一直 一隻毒刺吸在那個地方 我是懶得抓了啦 反正抓了應該也不太能夠怎樣 就頂多 看他的攻擊模式差不多就是那個樣子 我現在反而是對那個 我現在反而是對那個火焰鳥有點興趣 但是那個火焰鳥好像不能靠近會燃燒的樣子 然後這邊也有一隻 這隻應該是屬於 這隻應該是屬於那個啦 普利亞模組的 普利亞神話模組的 他來了 哇 哇 我也噴火 欸我要被燒死了 林北要被燒死了 OMG 我靠我靠 爆玲瓏大哥 走開 公道伯 牛奶的公道伯 公道伯再見 還來啊 這裡好多公道伯 去死吧公道伯 喔 嫩 霸王龍卡在那邊卡條 阿我怎麼不見 不見打我的那一隻阿 唉呦 在上面開幹 不見了欸 欸 殭屍龍 這邊又一隻殭屍龍是吧 殭屍龍龍 那邊有一隻BOSS 兩隻BOSS 這邊BOSS還真多阿 還有什麼 殭屍龍 殭屍龍是你 看不到什麼新東西阿 這邊一隻刺激 那應該是念毒吸阿 講錯了 刺激是焦土大陸的 我們來抓這隻吧 這隻會不會燒死我阿 這隻會不會燒死我阿 來來來 不要問我怎麼沒有捨到 你快點給我過來 居然捨不死 ON MY GOD OMG 先走了 我想那隻 那隻訓服的方式 我大概知道了 跟以前焦土大陸 火焰鳥的訓服方式 是一樣的 用火焰去燒它 然後你就 dans 但是要用什麼方式去燒它勒 我很納悶 說真的 我該用什麼方式去燒它 我以前是怎麼做到來 我以前抓火焰鳥是怎麼做到的 我可能要回去看一下影片才知道 搞不好那個方法就適用了誒 說不定 好不好 我覺得我們今天什麼東西都沒有抓到誒 不知道再衝很小 不要再炸了 不要再炸了 就是你剛剛弄死我 你說是不是你 氣死了 等一下 我有不好的預感 好像什麼東西來了 不要噴火 等一下 我先把那隻殭屍弄死 嫩 哇 我被雕起來啦 砍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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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雕 在雕啊 雕什麼東西啊 很會是不是 這個危險 這個危險 不要 我好險 再被他噴到 我可能就歸西 再歸西 再歸西一次了 誒 不是吧 可以啊 可以抓啊 他這個位置 他這個位置我沒有辦法開包包啊 誒 我開了吧對不對 這是他嘛 好 給你吃肉啊 起來吧 歐耶 這傢伙需要安 我們先把他帶回家 先把他送走 OK 持久大哥過來 我們繼續 我們繼續 繼續的飛 誒 這裡 看不見 不能抓啊 這只能殺 殺 殺掉他好了 魔法劍士 哇 原來是他召喚這玩意啊 哇靠 這麼屌啊 我要小心翼翼敵 為什麼這隻鞋子 就還可以翹起來啊 先把他們弄死 咬死你 有咬死了 還有咧 來來來來來 轉個彎 往上衝 小心一點 俯衝攻擊 好 抱歉 衝抽邊了 我覺得在地上攻擊好啦 麻煩死了 飛什麼 哇塞 被炸死了 被炸死了 哈哈哈哈 哇 我何必細膜的辛苦 Oh yeah 會噴火的雨暴龍 如果這是魔物獵人世界的話呢 這個一定是牙種 會噴火的 噴一下 咚 他是丟地板嗎 他是往地板上砸耶 嗚嗚 欸CB10劍 哇 欸CB10劍是往天空射喔 哇 原來他有這個作用喔 欸各位看見了沒有 欸CB10劍他往天空 他往天空丟 是丟石頭喔 哈哈哈哈 這麼酷喔 欸可是這個 有點是在做范圍仇恨耶 我覺得 這是在做範圍仇恨 走開阿 美格隆 是雙肩格隆 你看我在做範圍仇恨全部都衝過來了 這時候就用這一招了 真的傷害還蠻高的 別小看這一招 雖然有CD時間 有沒有 有沒有 超丟欸 如果我靠近這隻雷龍 然後用那招AK10劍會怎樣 試試看 哇 沒有沒有用 完全沒有用 他要落地的時候才算傷害 傷害判定 右鍵 C劍 跑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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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怕 嫩 不要追我 哇這邊好多喔 丟一下好了 慶生慶生 HAPPY NEW YEAR 好像都沒有打到的樣子 那三宅龍很生氣耶 跑回去了 臨背要回去阿 此地不宜久留 會噴火的雨暴龍 來招來招 來回去來回去 這裏太危險了 不適合我 不適合我居住阿 好吧 我覺得今天內容差不多到這裏了 能做的事情其實不多了啦 像今天去火山島好像沒有太大的收穫 只抓到這一隻可愛的小傢伙 有沒有 雖然這個算是沒有什麼太大的外型的一個優勢阿 不過我覺得他的技能非常的多 算是補足他的外型 的一個缺點 好不好 而且他三不五十頭會抖一下 頭會抖一下 想要嚇你這個樣子 好不好 那麼今天影片先到這裡啦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總項講個訂閱 右下講個喜歡的話 下方留言 我是老頭 我們下一集 普利亞模組再見啦 掰掰 Title Elgin 下方的網友 Leben 老頭 老頭 是什麼 怎麼